今天的茶经,我们低头一起祷告 耶稣,我们感谢祢,赞美主 祝我们今天星期四可以在一起 祝我们茶考神的话语 我们求祝祢祝福我们,给我们平安 因为今晚看到主你的话语明白 得到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你 多谢耶稣,在耶稣的名字,阿们 今天是4月14日 因为现在是6月 其实就等于他们希伯来的月历 他们的月历也是正月14日 Lison 14 就是他们的月月节 Lison 14 就是他们的月月节 所以非常有趣 今天就会放时间思想的月月节 在圣经里面是什么意思 他们也在这个周末 他们就是会讀出埃及的12章 一个月,然后也讀约书亚记 我们也讀约书亚记十二章 这里有第十字和第十字 这里有提到 不可静下一点流到早晨 若流到早晨,要用火烧了 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 手中拿掌,港紧地吃,这是耶和华的如月节 我应该再详细讨计 因为如月节 明天就是我们Good Friday 其实如月节和Good Friday 基本上是同一天 他们是做一晚 因为他们的犹太力是根据夜晚的 即是他们才是六点钟开始 就是一天的开始 所以呢 他们的如节就等于我们的手蓝节 他们的Cedar meal就等于我们的 所以我们就拿时间再读 由十二章第一节开始读到十四节 要我说 在埃及地遥遇摩西亚伦书 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 为一年之首 你们吩咐以色列传媒中说 本月初十 个人要按着附家取羊羊羔 一家一子 若是一家的人太少 吃不了一子羊羔 本人就要和他隔轮的轮舍共取一子 你们预备羊羔 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 要没有残疾一碎的公羊羔 你们话从绵羊女取 话从山羊女取都可以 要留到本月十四日 在云分的时候 以色列传媒中把羊羔再了 国家要取点血 屠在吃羊羔的房屋 左右的门康上和门尾上 当夜要吃羊羔的肉 用火烤鸟 羽毛烤饼和苦菜和吃 不可吃生的 断不可吃水煮的 要带着头腿不撞 用火烤鸟吃 不可静下一点留到早晨 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鸟 你们吃羊羔 当腰间束带 脚上穿鞋 手中拿杖 趕紧地吃 这是耶和华的如如箭 因为那夜我要秦行 埃及地 把埃及地一切头生的 无论是人是生畜 都击杀了 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 我自耶和华 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作记我 我一见这血就不超过你们去 我击杀埃及地 投生的时候 再样必不临到你们身上 灭你们 你们要纪念这日 所谓耶和华的节 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这就是余节的记载 但是我就说 原来这个和Good Friday 有连接的 他们的余节就是我们的Good Friday 所以我现在就读一段新约的圣经 在《路加福音》第22章 请大家听我读 第7节开始到20节 就是除敲节 虽宰如月节 如月阳高的那天到了 耶稣打法彼得约翰说 你们去为我们预备如月节的宴席 好叫我们吃 他们问他说 要我们在那里预备 耶稣说 你们尽了成 必有人拿着一瓶水 迎面而来 你们就跟着他 到他所尽的房子里去 对那家的主人说 夫子说 客房在那里 我与门徒好在那里 吃如节的宴席 他必只给你们摆前 整齐的一间大楼 你们就在那里预备 他们去了 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定 他们就预备了如节的宴席 事后到了耶稣坐席 使徒也和他一同坐 十五节 耶稣对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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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分着看 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值等到神的国内 又拿起饼来 捉着你 就抹开 帝给他们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 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血 所拿的新药 是为你们流出来的 这个就是路加福音的 所以原来 语之同 我们的 受难前 耶稣过一晚 他做了最后的延迹之后 他就去克星瓦里面 去祷告 然后之后 其实是同一天 因为为什么呢 他们是 晚上的小时 开始是一天的开始 所以在第二天的受难 其实是同一天 那才是一晚 然后一天 所以 我想说 证明给大家看 就是根据经文 在旧约和新约那里 可以看到 两个的节日 是雷同 和 同一时间发生 他说 随孝节 随孝节 其实就是预遇的第二天 因为为什么呢 第二天 他们 他们 免生的人 他们就 被批准 就是离开埃及 而不再做奴隶了 要成立一个新的和国 是神造带领他们 摩西带领他们 那就是随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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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随孝节 就是14号晚 随孝节 是15号晚 就是15号 就是日头 基本上是同一天 那当然 就是随孝节 那 他们就说 现在 他们就先说 现在他们怎么聪明 先说 现在他们 今我们被看到 經文說他們吃一些除烤的餅 就是沒有發過的 所以那些餅就完全不發 所以我就形容給大家看 他們現在怎樣吃的餅是怎樣的 他們一個細節是英文叫Metso Metso就是沒有發酵的cracker 就是麵粉和水沒有發過的 那它有什麼特別呢 它弄到有些燒焦 你看到嗎?有些焦焦的 就是好像過燒焦一樣 有些燒焦了 那不只是那樣 他們就有一條條的線 就是好像那些痕 就是它特地弄一些痕 那也就是弄一些些的孔 就是有些一些的孔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因為我們就說 我們就說主呢 就是沒有酵的 因為它是沒有罪 它是一個完全沒有罪的 神變成人 所以它在它身上是沒有罪的 所以就是沒有發酵的 因為發酵 就是整個那些人就好像很驕傲 麵包發了很大 其實很少 但是呢 在沒有發酵的情形之下 就是它好像是代表 它的身體 它的生命 是完全沒有罪 沒有一些的孔狠 在裡面 那就不止 它就是做這個餅的時候 就說它有Burn Mark 又有Stripe 又有Puncher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因為主呢 就是為我們 是受到很大的 很大的苦楚 那就是Stripe 就是鞭打 鞭打 所以它身上有很多Stripe 那也都有Puncher 它就是手和腳都是被釘 那不止是它連 它的肋骨之下 它就 這趟是 那個羅馬兵 就是用一支茅槍 然後就是刺穿它的 就是它的身體 那所以就好像有Puncher 那就是這個餅 在一些方法 其實在很多方法 就好像是代表主的身體 當然我們現在吃聖餐 就不用這麼 那麽 就是考究 說要刺激 但是呢 在舊時候 因為它們是沒有 認識耶穌的 所以呢 就是它們 就是它們 就是摩西 或者是它們 所以它們 就是 就是 它們 它們 就是 吃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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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起碼 兩千年 可能是 三千多年 就是 因為摩西時候 就是三千八年前 所以 它們 就是 用這個 主意 做那些 那些 給它們的 越來越節 的 除酵病 那 就是 換句 是 那個形象 那個形象 就是 好像 Picture 就好像耶穌的身體 OK 就是 又是受到很大的 就是 整個五次 這個人形 就是當耶穌是為我們死 為我們 是受難受苦的時候 它們 整個 就是整個 血人 就是 皮 皮肉 全部是受損 也都是被刺 又 又 就是 好像 一隻 熟罪羔羊 那樣 就燒到 燒到 就是 有那些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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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止 它們呢 譬如是預製的 他們怎樣吃過的餅 那 就 其中一個 如果 執政來講 它就有一個儀式 就是 在這個 桌上 它就特別預備了 三塊一點的餅 三塊一點的餅 那 就 原來是三塊 這個是他們的那些 那些規矩 那 然後 然後呢 它呢 就 擺這三塊 通常呢 就擺在一個袋裡面 那 所以呢 那個餅 就 好像是三個 一個袋裡面 有三個 但是 無論怎樣 它呢 這三塊呢 它就是要在中間 就是要在中間那裡 撕到 中間那裡 拿中間那塊 不能夠拿 上上高那塊 或者下低那塊 它呢 就要三塊 拿中間那塊 然後呢 它就把它 抹開 做兩份 那然後那個 那兩份呢 就是 大那個份 它呢 就留起它 就是 就是 原來 吃完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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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之後呢 它們是找來做 好像 好似的 那樣 叫阿菲克文 阿菲克文呢 就說 啊 一會兒留一會兒用啦 那 那 它怎麼樣呢 因為呢 它呢 就是 將中間那塊 它就 抹開了一半之後 它呢 然後呢 就包在那塊布裡 那塊布裡 然後呢 就 在那個 那個 餐 就是那個 餐室啊 或者那個 dining room那裏呢 它就 somewhere呢 就 將它躲起來 將它躲起來 然後呢 等那些小孩呢 是 在那個 最後呢 他們呢 就會去找 這個 找那塊布裡 那誰找到呢 然後呢 它就會是 得獎 得獎 或者給五蚊雞啊 或者是 給黑糖 它 我心平就是有個 reward 那 那 那這塊餅呢 就很有趣 那 那就是 什麼意思呢 這樣說 那我就想 詳細呢 就講一點點 就說什麼呢 這三塊餅呢 就代表三個人 那三個人就是什麼呢 其中呢 就是兩個賊 然後中間那個呢 就是耶穌 因為他們 耶穌 都被釘十字架的時候有三個人 三個人是被釘十字架 不只是耶穌 有兩個賊 一個賊 一個賊在左 一個賊在右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他們 他們猶太人不懂這件事 但是他們是這樣做 那呢 就怎樣呢 它呢 就是 那三塊餅 就是好像三個人的身體受損 受傷 受痛了 但是呢 在中間那一塊呢 他就 將它抹開 就是說呢 這一塊呢 就是 就是 為 等他們 可以食用的 就是 好像我們 就拿主耶穌的身體 來吃 那 Anyway 那一塊呢 就是 換之呢 他一定要在中間那裡 拿中間那塊 就是好像耶穌呢 不是那兩個賊是為我們死 而是耶穌為我們死 那 我們呢 這趟呢 就是 就是 要找回那塊餅來吃 因為那塊呢 就是 祝福你 那 現在下一步呢 他拿了那塊餅呢 下一步呢 他就是 將它 用一塊布包住 這樣 他就 將它 中間那塊 就是 耶穌 然後呢 將它 用一塊布包住 然後呢 就 在那個房間那裡 就 躲起來 就是 放在一個櫃桶 或者什麼 然後呢 就 N 那塊餅的時候 那塊餅的時候 那塊餅呢 他們呢 就說 叫那些小孩 你快去找那塊餅 如果你找不到 你們 可以回家 那 還有呢 你找到的 誰找到呢 就是有獎 就是 就是 給他一個 少少的 reward 那 這個 那個細節 真的很有趣 為什麼呢 他用法布包住 什麼意思呢 為什麼呢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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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 耶穌 通常他們 就要 before midnight 就是 不能夠大眼 就是 就算是玩也不能夠大眼 就是 before midnight 因為 為什麼呢 原來 耶穌 在他出生 出生的時候 就是 那個媽媽 就把他包住一塊布 那個寶寶 耶穌 那個寶寶 是寶寶的寶寶 他把他包住 找一塊布包住 然後就把他放在 stone manger 那 所以呢 原來 那個 swap and close 就是 他說 他將來 有一天 他就是要做 隻羊 就好像隻羊 那樣 做我們的制物 做 做為我們犧牲 出生的時候 已經定了 那 不止 他死的時候 他死的時候 也是一樣 頂了 十字架之後 他們就來 哥底母 就是兩個人 還有 Joseph 和阿里 他們兩個 就把 耶穌在一個十字架 那裡拿下來 然後又是 找一塊布包住 所以 耶穌 就是 在出生的時候 和他死的時候 都找一塊布包住 那 就是 這是一個 很特別 很特別的情形 就好像 那塊餅 他們就是 拿那塊餅 就是 那塊餅 擦碎了之後 然後 用一塊布包住 然後 就 開心 開心 那 就要等那些人 找到 找到那個什麼 找到那塊餅 然後 他們就 擦碎了 將它擦碎了 然後 大家 每天吃一塊 那就是 好像我們的 聖餐人 那 所以 聖餐人 裏面 有些細節 是他們的 是 下月與節的餐 裏面 就是 有一些 是關於 好像說 耶穌的細節一樣 那 然後 他們 他們 就 他們 有一個 祝福 然後 然後 他們 通常 一晚 就喝四杯 有四杯的酒 每個人有四杯的酒 但是 第四杯 他們不喝的 他們 那四杯 他們就說 通常 他們就 預料 有個空位 就說 是 以利亞 就會來 以利亞 會來 因為 以利亞沒有四到 你知道 所以 他就叫他小孩 走到門口 你去開門 以利亞就進來 這麼說 但是當然 開了門口之後 那小孩 看看 沒有人 這麼說 其實以利亞 沒有來 因為為什麼 以利亞已經去了天堂 所以不會來 但是他每個月 就是 遭遇這些 手勢 那 什麼意思 這麼說 為什麼呢 因為 耶穌 其實就是說 他自己 就不會喝一杯 他給了聖餐之後 他給了聖餐 那些門徒 然後 馬克風 他就這樣說 我讀給大家聽 十四章 我實在告訴你們 我不再喝者葡萄汁 直到我在神的角裏 學生的那日子 直到是主神的角 什麼時候成就 就是他釘了十字架之後 然後 他釘了十字架之後 他死了 然後 他復活升天 然後 神的角就開始 因為為什麼 我們有聖靈 但是 他這裏說 就是講 說 他跟那個 預預節 那個餐 因為那個 其實他們就是 那天 就做預預預節的餐 那麼 他就說 最後那杯 他沒有喝到 所以那些猶太人 也是一樣的 所以就留回 第四杯 他們又不知是誰 因為他們不認識耶穌 那麼 他說 或者 以利亞會在門口 你 叫小孩去開門 開了門之後 那個小孩 放了頭出去 那麼他說 看不到人 他說 不要緊要 那杯放在那裡 那杯酒 那杯酒 就是沒有人用 但是 基本上就是 那個 就是 他做了出來 預節那個 什麼呢 就是 跟 主在 Last Supper 做的事情 是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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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Anyway 他們 就叫這個 拍一個 祝福 因為當然 如果以利亞不來 你怎麼祝福 所以 今天 我們 基本上 就不是很長的 就是 原來 我們現在 就是 或者是 跟著 就是會 做聖餐 但是 Anyway 或者現在 都看一下世界的情形 好嗎 我們看一下世界的情形 是 有一些 哦 或者 我跟大家分享 這個 就是 有三個猶太人 是信了耶穌的 然後 他們 說了幾分鐘 我說他們 信了耶穌之後 他們 怎樣過預節 因為 那個預節 就是聖餐 所以 我就給大家聽聽 這個是 因為 講英文 因為 是猶太人 好嗎 大家聽聽聽 描述 如何是 聖餐 在你的家的祖母 之前 你成為了 耶穌人 那如何是 在你 有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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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侍然 有好事 有好事 那些人 是 有好事 從來 兩千年 的 傳統 朋友 來回到 聖餐 所以 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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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 secular, but at least there was a big emphasis on the holidays without keeping the oral law, without being religious. So we used to love the holiday, but of course we never knew what the actual message of the holiday is. Okay, so we used to say in the kibbutz, what represents all the Jewish holidays? They try to kill us, we win, that's it. That's it, that's the... But when Yeshua saved me... Wait with that, wait with that. I want to hear first about how it used to be, how it used to be. So, you know, for me, growing up, Passover was an amazing time. I think, you know, it was an opportunity to go to Brooklyn. You know, I grew up in New Jersey, but we would go to Brooklyn to my aunt's house. And my grandmother would, I don't know how long she'd be cooking, but she'd be cooking forever. And, you know, we would have her homemade gefilte fish. I'm sorry to turn your stomach, right? Gefilte fish and chopped liver. Who traditions are the best? Potato kugel. And, you know, one of the most vivid memories I have, and this will connect afterwards to one of the most startling things or amazing things I saw after I came to faith. One of these, my grandfather, Gentle Ben, he was actually, you know, he was huge. He was very, very muscular. And he was a truck driver. And I just, he was incredibly strong. And I remember in Passover at the time of the washing of the hand ceremony, right? And he would take a towel and he would go, he would, you know, my big, great strong grandfather. And he would put a towel over his arm and he would go every single person around the table and serve us. And he would wash our hands. He would pour the water and he would dry. And I just remember that's an image that's burnt into my mind forever. It's this amazing man of strength becoming a servant and serving the whole family. Well, my experience is a little bit like yours. You know, we would go to my grandparents' house and usually my grandfather would call me earlier because I was the oldest grandson. And so we would sit together and we'd divvy the Haggadah up for each one would get the section. So if I had a fight with my brother, I'd always assign to him the evil, the evil son. And then, of course, my mother and my grandmother would cook and that kind of deal. And one of the favorite parts was looking for the afikoman. And so I would always, my brothers and I always compete. And unfortunately, my brothers usually found it. I think I only found it once. But there was, yeah, just a great family time. But we would only get to the meal, by the way. We never got, I mean, rarely, maybe not never, but rarely get to the part after the meal. So you get to the meal and it's over. That is interesting. I don't actually, that's true. I don't remember. I don't have a lot of memories of after the meal. Well, I do have one of the, one of the biggest tragedies that ever took place for me on Passover was that I spotted the afikoman and I pointed to it. And the girl that was looking next to me saw where I was pointing and she grabbed it. I lost five bucks. My grandfather was going to give me five bucks. I lost it all. So, so, okay. So here's the question. How was it, how was it for you once you have become a follower of Yeshua and then you celebrated the Passover Seder? Was that any different? Absolutely. I, you know, I remember actually the, the day after I'd come to faith in Yeshua and it was suddenly like he was looking at me the whole time. And I never saw him looking like magic. I don't remember the posters where he stared into those posters, the 3d posters. And if he caught things just right, there was a picture underneath. And it was suddenly like, you know, why hadn't I seen Jesus everywhere before, but then celebrating Passover and seeing the breaking of the matzah, taking the third cup. Um, reading about Yeshua washing the disciples feet and then seeing a picture of my grandfather and thinking that that that's exactly what Yeshua did. And it was like, how in the world did I celebrate the Passover all my life? One of the most clear expressions of what Jesus did, the breaking of his body, the, the Lamb of God. How is it that it was so clear and I didn't see it? Yeah. For me, it's like the, for, for more than 20 years, I was flying in an automatic pilot, you know, through the holidays. And, and, and when Yeshua saved me, I, I saw the substance, I saw what it's all about. And it's like, he took, he took the wheel, but he, but it's like the wheel was in his hands the whole time when I thought I'm an automatic pilot. But it was, and it's amazing because for, for, for the first time you see what's the purpose of the holiday and who is the purpose of the holiday. And it's not me. And it's not the kibbutz with all due respect. Yeah. It's the Messiah. And I can very much resonate. I mean, it was very much like that for me as well. All of a sudden it kind of comes alive and everything has a meaning. And you say, wow, I've, I've done this, like you say, an automatic pilot, you know, for all those years, but, and it's right there. It's not hinting it. It's like shouting it. And I think in some way, our experience is, is perhaps a shadow for the day that, not as individual, but as a nation, you know, the Jewish people, the nation of Israel will see the one whom we have pierced and get it. Want to hear more? Watch. Look at that. It's a sire, sire. It's a sire. It's a just a really surreal. It's a really surreal, it's a really surreal. It's a really surreal. That's when these people saw the other months of the of Israel, we saw that they were seeing Jesus as a enemy. It was absolutely surreal. It was смins of the whole world. It was not just a hell of a natural. It was the last time. It was the last time. So even though there were the Passover of May, they were saying it was that the Passover of the life, it was the Passover of the blood? It was the Passover of the Passover of the Lord. 但是他因为隐藏,他隐藏了 所以差不多是最终最终的部分 他们就是去找那个鸡 然后那个谁拿到那个鸡的时候 他们就是有罪 就是好像圣经的话 即是说,他们是,in time,是有 我将这个熟悉,因为这个是 这个是full screen 现在我们去看看世界的情形是怎么办 一个就是说,这个星期是 因為在很多地方有打風下雨 很多島在這裡 尤其是美南的區 我們以前有說過 之所以有這樣的情形 我們看看現在的情形是否更好 一個情形就是那些風景的風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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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是领受你的身体 是你吩咐我们 我们吃你的肉 喝你的血 尚在我主里面 主也是尚在那个人的血 所以我们现在就多谢你 因为呢 我们就是领受你了 就是因為我們聽著你的吩咐 我們追求主你的生命 我們多謝你 By your strife, we are healed By your strife, we are blessed and by your suffering and we gather all the good things 多謝耶穌 祝你自己真是愛我們 我們多謝你 我們現在就榮受你的身體 你為我們抹開你的病 是又受到一切的破碎,一切的痛苦 是你代替我們領受 是給我們得醫治 多謝耶穌,Amen 主人 在飯後的時候,你說這個杯就是你的血 你就是叫我們喝你的血 那些人要爭議,他們要鬧鏡 不只是救世的猶太人 但是現在很多教會有很多規矩 他們不是很信 主人,你自己為我們設立這個聖餐 這個聖餐是我們根據你的話 我們信你的話做的 就不像很多教會 很多教會不信 因為他們就怕了說 如果是喝錯、吃錯的時候 他們會造成 但是,因為主要你其實是祝福 你親自吩咐我們做 我們信你 我們信你,不是信教會 感謝主人 我們現在領受這個杯 最後這個杯是你為我們灑的血 是你給我們得到公義 你給我們所有的罪 過去人在窗外罪 得一整年 多謝耶穌,讚美主 我們一切領受這個杯 阿明 好的,今天我們簡單一點 主耶穌說 In the name of Jesus 感謝你 今天給我們思想 是在舊約的月節 以及我們現在 處於你自己 是為我們 承受一切的痛苦 星期五是受難節 你就是 將一切的罪 一切的周助 一切的苦難 都是背上 等我 得到平安 得到福分 得到祝你的保守 如果我們就得到你自己的公義 多謝耶穌 最後這個時候 我會為了所有的觀眾 他們和他們的家人 我祈求祈禱 祈禱 祈禱所有的親人家人 給他們個個平安 無論在哪個地方 在香港 在台灣 或是在加拿大 在東外 在德州 以及在灣區 他們得到主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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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因为听到神的话语 得到鼓励 得到医治 得到帮助 得到赦免 罪得赦免 给他们个个平安 还有他们的家人也得到祝福 感谢主 赞你耶稣 我们就奉着基督的名祈祷 阿们 今天我们就这么简单了 一个短的议会 感谢主 救助 祝福你们 给我们保守自己每日的平安 仙道永远 阿们 现在这还有 comed文祇 � væ or Bowe